警方接到一群爬山的学生报案 荒郊野外的树林里 竟发现了一具半裸女尸 警员立刻赶到现场 发现死者被撞在了行李箱中 法医初步尸检后发现 死者脖子上有一道狠肾的勒痕 因此极有可能是被勒死的 此外女尸手脚都被轰伤给捆绑了起来 身体极度扭曲 这凶手下手也太狠了 眼看现场没有其他的线索 警方便将尸体带回了警区 没想到经过调查却发现 死者竟是昨天一个报案的老头的女儿 这个老头的女儿名叫聂小宇 是一个小有名记者演员 据老头称 聂小宇昨天晚上吃完饭就离开家了 一晚上没回来 他还以为是女儿临时有工作 就没在意 可昨天也没回来 他就开始打电话 但女儿的手机却一直关机 等他意识到不对劲 竟突然收到一张 女儿被捆绑着的照片 所以又有人用女儿的手机打电话过来 威胁他晚上11点拿50万现金 放到附近一个街口的垃圾桶 否则就撕票 刚开始他还以为是骗子 想着再等等 可直到中午 女儿也没有联系他 手机也还是一直关机 那时候他终于害怕了 赶紧联系了自家房子的买家 让那边付了定金 之后他拿着好不容易凑来的钱 去了绑匪指定的地方 可将钱拿过去后 却还是一直没有女儿的消息 他没办法 又害怕报警绑匪撕票 就只能在网上发布寻人启示 但还是没有消息 无奈最后他只能报警了 说到这里 老头难过的只想哭 要是他早一点报警就好了 本来他家庭就困难 妻子前段时间查出了尿毒症碗基 必须换肾才有活下去的可能 他本想卖了房子给妻子治病 但女儿聂小宇却说 自己有办法弄到治病了30万 让他别管那么多 可没想到最后女儿竟然没了 妻子本就重命缠身 得知这件事后身体更差了 医院都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书 秦宇两人看着老头痛哭的样子 心里也十分难过 这个家庭本来就不堪重负 现在聂小宇死了 这个家等于是毁了 凶手太残忍了 回到警局后 秦宇几人仔细看了 绑匪发来的那张照片 没想到竟有了意外的发现 秦宇看到聂小宇腿部和面部 都有大面积的红跃 与受伤形成的不一样 应该是十般 也就是说 昨天绑匪给聂小宇父亲发照片之前 他就已经死了 此外照片上 聂小宇衣服非常整洁 此前应该没有遭受过性侵 这就说明 凶手并不是强奸杀人 他应该是有别的目的 随后为了得到更多的线索 女法医仔细检查了聂小宇的尸体 发现她后背 有一处非常新鲜的挤牙伤 从形状和大小来看 很有可能是膝盖造成的 结合死者的死因 法医亲语判断 凶手应该是用膝盖 抵住死者的后腰 之后用绳子将死者给勒死的 另外女法医发现 死者胃内食物已经全部排空 那么她应该是在 最后一次进食的四个小时之后死亡的 她是在前天晚上六点左右 吃完饭离开家的 根据绑匪发的那张照片来看 聂小宇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前天晚上十点之后 随后秦宇仔细检查了尸体 发现聂小宇身上并没有其他伤痕 只有膝盖上有一道十字印 女警叮当看到后猜测 这很有可能是地板砖上的 应该就是凶手 从背后勒毙死者的过程中造成的 那么案发地点的其中一个特征 就是有十字文的地板砖 之后警员又找到 捆绑聂小宇的红绳子 叮当一文便发现 这绳子上就有一股腥臭味 像是捆绑螃蟹的绳子 叮当从前放坏过一只帝王蟹 腐烂后的味道 与这个基本一样 所以这么看来 这绳子应该是捆绑帝王蟹用的 而从绳子的长度来看 这个帝王蟹应该还不小 本是能弄到这么大帝王蟹的地方 研究那几个供应商 另外警方还查了聂小宇的人际关系 发现他的社交圈子 基本都是富二代 那这样看来 凶手极有可能 是能经常接触到帝王蟹的富二代群体 警方调查后发现 其中有两个人非常可疑 一个名叫黄行 是一家娱乐公司的副总 他与聂小宇有情感关系 另一个名叫张伦 开着一家蟹王餐厅 这两人都参与过帝王蟹的买卖 他秘书明明说他出差了 可警方查了他公司的监控 发现他早上去公司上班后 就一直没有出来过 所以这么看来 黄行其实是在躲避警方的调查 那么他的嫌疑就很大了 于是警方便决定 晚上去找这个黄行了解一下情况 害怕打草惊蛇 其余两人一直在门口等着 好不容易等到黄行出公司 其余立刻追着上去 随后两人便将黄行带回到警局 审讯室里面对叮当的审问 黄行犹豫了一会儿便交代了 他称聂小语其实是他的前女友 两人前几天才分手 至于分手原因 完全是因为钱 他其实一直以为 聂小语是比较单纯的女孩 但没想到那天两人约会 聂小语一见面就向着借三十万 还说是因为母亲要换肾 他根本不信着他说死 两人才认识多长时间啊 聂小语就把他当冤大头了 他当时就生气了 于是扔了手里的花就走了 后来聂小语还给他打过几个电话 但他都没有接 这种为了钱接近他的女人 他是绝对不会要的 听着他的话 叮当两人都非常无奈 聂小语其实并没有骗他 可就是因为两人之间的不信任 最终才导致了这个悲剧 黄行的话 虽然撇清了自己的嫌疑 但警方还是要掌握到确凿的证据 才能排除他的嫌疑 于是次日一早 便去了黄行家中调查 而调查结果显示 黄行家中全是木地板 根本无法造成 向聂小语膝盖上的那种石子纹 另外警方还调查了案发当晚 黄行的出行记录 发现他晚上九点多回到家 所以这么看来 黄行其实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那么就可以排除他的嫌疑了 不过此时警方还查到 另外一条线索 案发当晚 聂小语从家中离开后 便去了一家按摩店 到的时候是八点多 警方调查后发现 那家按摩店 就是另外一个嫌疑人 张伦经常去的地方 所以这么看来 聂小语大老远跑到那里 极有可能是去见张伦了 得到这个线索后 叮当两人立刻去了那家按摩店 张教碰见张伦也在按摩 警方便直接对他进行了询问 刚开始 张伦还不肯承认认识聂小语 但之后看警方 已经怀疑到他头上了 张伦只能犹犹豫豫地说了实话 他正案发那天晚上 聂小语确实来找过他借钱 你能借我三十万吗 我知道这个数目不小 你提要求吧 他本来就挺喜欢聂小语的 听到这话 再加上对聂小语家庭的同情 当晚便取了三十万 带着他到附近的一个酒店了 但没想到进屋后 他只是去洗了个澡 出来却发现聂小语竟不见了 桌子上的三十万也没了 他简直要气死了 但之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聂小语 无奈他只能三十作罢 得到张伦的口供 警方便去查了酒店的监控 发现案发当晚十一点 聂小语跟着张伦去了酒店 但十一点二十分 他就独自出来了 身上还背着一个大大的背包 料想那应该就是三十万的现金了 而那之后 张伦又叫了一个女孩过来 两人一直在房间 待到四日早上七点 所以这么看来 张伦是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的 因此也就可以排除他的嫌疑了 接连排除了两个嫌疑人 案件的调查陷入了僵局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突然从聂小语的聊天记录中查到 案发当晚十一点半左右 一个男网友给聂小语发短信 曾看到他了 这就说明 案发当晚这两人是见过面的 警方对他调查后发现 他是一名音乐学院大四的学生 名叫陈希 而令人意外的是 他母亲就是海鲜加工厂的员工 那不就说明 他是能接触到捆绑帝王蟹的绳子吗 这样一来 他的嫌疑就很大了 其余两人立刻去了他的学校 从校领导这里了解到 陈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每年考试都是第一 而最近政治毕业 他已经申请到国外的学校 准备去留学了 平时陈希也是非常活泼开朗的 还参加了好几个户外社团 不过他的家庭状况不是很好 是由母亲一个人带大的 所以从小就吃了不少苦 正说着 几人便看见了正在踢足球的陈希 叮当随后 便迎着叫到了一间空旷的教室 面对询问 陈希表现得非常镇定 称自己确实和聂小宇认识 三个月前 他一个富二代社友 开了一个派对 聂小宇是作为他社友的朋友去的 虽然是一个名人 但却一点架子都没有 因此他对这个 比他大一点的姐姐 非常有好感 后来两人就加了联系方式 秦宇很疑惑 为什么聂小宇 在收到陈希的信息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陈希回想了一下 称哪天晚上 他正准备回家 没想到却在超市门口 看到了聂小宇 他说了几句话就分开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在整个询问过程中 陈希非常淡定 说着话逻辑也非常严密 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但这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词 丁当认为 还是要对他进行深入调查 居然从他这里 得不到其他的线索 两人便决定 去找他在海鲜加工厂的母亲 询问一下 他母亲一听说 是为一起谋杀案来的 瞬间惊了 他称自己儿子 是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的 从小到大 陈希都是一个好孩子 虽说有时候会调皮 但只要他将自己 因为捆绑螃蟹 弄着伤痕累累的手 摆到陈希面前 陈希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 都是为他活的 怎么可能做出 这种自毁虔诚的事呢 陈希母亲说话时 表现得非常得意 丁当两人一阵窒息 随后为了了解更多 这对母子的情况 两人又去找了陈希的舅舅 同学了解情况 陈希舅舅称 他姐姐从小就非常要强 自姐夫去世 他姐姐望子成龙的程度 简直是夸张 一旦陈希考试 没有进前三名 就会拿着绑螃蟹的粗绳子 将陈希绑在柱子上 使劲摔打 邻居看了都生气 不过好的时候 对陈希那也是非常好的 他每个月虽说工资不高 但给陈希的营养品 从来不比别人差 想来也是为了陈希有个好身体 能够好好学习吧 这样看来 他们母子的关系 也还是不错的 但没想到 之后却从陈希同学那里得知 之前陈希搞成大学后 跟他们一起出来聚会 没想到喝醉后 竟说终于可以离开他妈妈了 而后来 他放假其实也很少回来 就算回来 也是在外面租房子住 前段时间 他们见面聊天 陈希还说 已经准备好去国外留学了 以后他母亲 再也找不到他了 所以这么看来 陈希其实并不喜欢他母亲 得到这些信息后 叮当两人都非常无奈 陈希母亲也太严格了 她得有多大压力啊 不过目前至少已经找到 陈希和捆绑帝王蟹的绳子 之间的联系了 但这也不能作为陈希作案的证据 还是要先找到 聂小宇丢失的那30万 此时警局这边 警员经过调查 发现陈希开的那辆车是足的 而他在案发第二天早上 还开车去了郊外的一个树林 以往他从没去过那里 所以警员猜测 那个树林 很可能有他们想要找到的东西 警员们立刻赶过去 对树林进行搜查 但遗憾的是 并没有找到车叶 不过秦宇却在草叶子上 发现了汽车排气孔出的黑油 看来那辆车的确在这里 那么车辆最好的隐藏方式 就是藏在高大茂密的草丛中 所有警员经过一番仔细查找 终于找到了那辆被掩盖的车子 打开后备箱一看 里面果然有一大袋现金 回到警局后 警方对现金进行检查 发现正是聂小宇父亲 筹集了那50万 并且袋子上还有陈希的指纹 所以这么看来 陈希就是绑架聂小宇的人 更甚者还是杀害聂小宇的凶手 可警方很奇怪 陈希每年都有奖学金 他应该并不缺钱啊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而且之前 聂小宇的30万又去了哪里呢 叮当认为 还是要先找到陈希另外的住处 说不定答案都在哪里 不过陈希很聪明 他并没有用自己的身份证租房 因此想要找到 还是得费一番功夫 警员随后经过一番走访调查 又查了陈希的行租 最终确定了一个地方 很有可能就是陈希另外的住处 金玉和叮当立刻赶了过去 一进门 便看到聂小宇被拍照的地方 地板砖上的十字纹 也与聂小宇膝盖上了一致 所以这么看来 这里应该就是案发现场 两人立刻进行仔细搜查 秦宇突然发现 沙发上就有一根长发 极有可能是聂小宇的 秦宇立刻收了起来 而之后叮当打开冰箱 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只 被绳子捆绑着的帝王蟹 聂小宇身上的绳子 很可能就出自这里 两人正说着话 没想到陈希突然开门进来了 看到他们后 陈希扭头就跑 叮当赶紧追了上去 幸好大爆及时赶到 瞬间便将陈希控制了起来 随后众人便将陈希带回了警局 审讯室里 此时警方已经确定 出租屋沙发上的长发 就是聂小宇的 可陈希却辩解称 她和聂小宇关系不错 以前邀请过聂小宇 以及同学过来玩耍 留下头发是很正常的 这陈希简直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警方查到 陈希说是在国外 已经获得了奖学金 但叮当和那边的校方联系了 发现她其实并没有获得全额奖学金 还需要再缴纳30万的学费 才能如愿去留学 因此陈希极有可能 是因为看上了聂小宇的30万 才杀人灭口的 而之后勒索聂小宇父亲的50万 应该是为了去国外留学生活用的 毕竟那边的消费也不低 现在警方虽说掌握了一定的证据 但陈希却始终不松口 要想结案 还需要她的口供 陈希既然一直不敢让她母亲失望 那说不定 他们的母子关系 会是本案突破的关键点 于是叮当建议 尽快将陈希母亲传讯到警局 说不定看到她母亲后 陈希能够松口 没想到叮当还真说对了 陈希母亲一看到陈希 就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接着便是无止境的数落 陈希之前面对警方的侃侃而谈 在面对她母亲时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众人只看到一个在母亲的辱骂下 沉默寡言的男孩 而陈希母亲见她不肯说话 便又将自己伤痕累累的手伸出来 哭诉她有多不容易 陈希看到后瞬间闭上了眼 她不想再看见这个所谓的母亲 于是便请求警员 立刻将人带出去 之后她会交代一切 警员看她终于放弃抵抗 便赶紧将她母亲带了出去 不久之后 陈希交代了一切 她承自己本来是打算 拿到国外学校的奖学金后 拿出一部分给母亲 当时还她的养育之恩了 可无奈的是 她并没有成功申请到 于是她只能自己想办法 去弄一笔钱 案发那天晚上 她租了辆车出去 本想找几个富二代朋友 借钱凑一凑 但没想到出去不久 就在那个超市门口 遇见了聂小语了 她看聂小语心情不是很好 就约她到家里 喝酒聊聊天 之后她就知道 聂小语家里的事了 说实话 她非常羡慕 以及嫉妒聂小语 就算发生这么大的事 她父亲首先想到的是买房子 而不是让她出去凑钱 之后在得知 那一袋子都是现金后 她瞬间做了一个决定 她要拿到这些钱 于是她故意将聂小语灌碎 随后又拍了一些 不堪入目的照片 她想着聂小语 毕竟是个名人 到时候她用照片 威胁聂小语 她应该不会为了这三十万 赔上自己的一生吧 但没想到之后 在给她穿衣服时 聂小语突然醒了 张嘴就要大喊 当时房间里的窗户还开着 要是被人听到 她就前功尽弃了 惊悸之下 她只能拿起捆螃蟹的绳子 将聂小语勒死 发现聂小语死亡的那一瞬间 她脑袋都蒙了 但很快她就冷静了下来 事到如今 她已经没有退路了 索性在利用聂小语 弄点流血的生活费吧 于是她将聂小语的尸体 带到郊外的树林里 将人埋了之后 又拿聂小语的手机 给她父亲打了电话 当天晚上 她就拿到了那五十万 本来想着将钱藏在树林里 应该不会被发现 但没想到 最终还是被找到了 事到如今 她也非常后悔 自己怎么就下手 杀害聂小语了呢 可再后悔也没有用了 于称她将在监狱里 忏悔自己的罪行 请不吝点赞小语